后续我们整个一个调查 已经掌握到 当天在明阳公司里面 大约在五点十几分的时候 他在仓库的东南侧 就有一个警报器的民洞 然后根据我们现在了解的一些 员工的资讯 十七点十七分 他们的组长就说 有异常的怪位 麻烦相关单位来协助 十七点二十分 他们的生产的副课长 也拍到了一个 有白烟冒出的情况 那当时有做到一些疏散 但是三十一分才报案 十七点十分到二十分左右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火警的一个警讯息 我们的消防员十七点四十二分抵达 到十七点五十五分提供一份的安全资料 到我们十七点五十七分五十八分入厂抢救的时候 工厂的管理权人没有指派专人到现场协助救灾 这个是严重违反二十一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 我们依消防法第四十三条之一的规定 从中处管理权人一百五十万元的罚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